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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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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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你醒了 你终于醒了 昨天你被敌人的弹片 击中了胸口 情况十分危机 还好抢救得及时 昨天战况热火 研制我的部队 消灭了没有 属下无能 没能完成你交给的任务 八路军的部队 不负战死 其余的 随杨之华 向西突围去了 不过请叔叔放心 我们已经摧毁了 他们的重火力装备 没有了火炮的掩护 八路军的部队 不过是一群废物 再也够不成威胁了 另外我们在 打扫战场的时候 发现了他们那门 被摧毁的伯父自然宝 把炮放在那里 带我去看看 叔叔 叔叔 山炮我已经带来了 就在门口 带我看看 慢点 慢点 把炮拿进来 叔叔 就是这门炮 既然没有炮价 他们还能这样开炮 我们是钧灯出消灭的 带我来到 这门口 你是钧炮 我们是钧炮 我们是钧炮的 是钧炮 是钧炮的 是钧炮 他们来到 带我来到 中置 会 O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杨 活着回来就好 打那是个好样的 不愧是咱们泡兵队的兵 你们都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了 战士们需要休息 你也需要好好休息休息 我跟大家伙说过了 大家都想多陪一会儿大哥 同志们 这一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 大哥也牺牲 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 我很难过 你们个个都是英雄 我们战友的血不会白流的 我们要让鬼子加倍偿还 现在你们最需要的 就是好好休息 都回去休息吧 静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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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政委 炮兵队顺利完成掩护吕布转移任务 报告政委 布明连顺利完成掩护吕布转移任务 你们终于活着回来了 你们终于活着回来了 但是有很多战士 永远不能回来了 我知道 这次战斗 牺牲了很多战友 你们的心里很难过 但不能每牺牲一个战士 都这样哭哭啼啼的 这怎么能行呢 同志们 我知道这次战斗 牺牲了很多战友 你们心情很沉痛 但你们要振作起来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 大家都回去休息吧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明 回去吧 大家都走了 这场仗打下来 你也累了 清明 我想再陪废大哥 他的牺牲会有责任 闭上眼睛 都是大哥的样子 静明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人死不能复生 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如果今天倒下的是我呢 你会为我难过吗 会流泪吗 你会原谅我吗 会原谅我吗 会 会为你流泪 但我更为你高兴 因为你是个抗日英雄 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也行 将军 这次我判断失误 让杨振华侥幸偷偷 请将军责罚 职业军 这次你做得很好 独立立此次损失了重火力 我们削弱他们的目的 已经达到了 过几天 刚本宗教要来我们这里 什么 刚本老师要来 他在士官学校时 曾经做过你的老师 所以点名要见你 所有配同刚本军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请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请坚军放心 新口战役之后 太原也相继沦陷 这延西山和魏玉城 十万大军镇守太原 在人数上多余日军数倍 就这么心甘情愿地 把阵地拱手相让 没想到太原这么快就沦陷了 眼下的形势十分地严峻 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 在敌后展开拥击战 巩固敌后的根据地 还有啊 杨志华这小子 这件事干得漂亮 这个是彭总的嘉奖令 杨志华这次以少数人 掩护权旅转移 打得非常漂亮 连彭总都赞赏有加 我这次任务可哭了他们了 牺牲不小啊 是啊 得抓紧时间 给他们把人员和装备 都补充齐了 另外呢 这两个人都非常有指挥才能 可以中午 等李华兵上好以后 让他去三营当营长 杨志华的炮兵大队 直接扩边城炮兵营 好 下奖令 杨志华同志 带领独立驴直属炮兵队 发扬风格 不畏艰险 以少胜多 以弱胜强 堪称奇才 直属炮兵队正式扩边为 独立驴直属炮兵营 已是表彰 另外 鉴于杨志华同志 出色的指挥才能和领导能力 任命齐担任炮兵营的营长 你干得不错 这可是彭总特批的嘉奖令 嗯 我知道这次战斗中 牺牲了很多弟兄 你心里很难过 可他们也是我的兵 我心里跟你一样也很难过 这份嘉奖不能理解为 是用战事的生命换来的 这是对你们炮兵队这次行动的肯定 也是对你杨志华的肯定 这是军人的荣誉 接着 感谢彭老总 感谢旅长 感谢政委 另外 于不决定除了补充新战士以外 特别给你们炮兵营配备了四门三八十野炮 三十发炮弹 感谢首长 感谢首长 谢首长 杨志华 你们刚刚转过来 让大伙子散了 好 杨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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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跟你说的那四门炮啊 我现在只能给你兑现一门 为什么呀 剩下那三门炮啊 由于在战斗中受损严重 现在兵工厂修复呢 等修复完了以后啊 我再给你们 现在我只能给你打个白条 刚才当然战士们都宣布了 您想您又 您这不掉个胃口吗 您 咱们旅部啊 现在也只有这几枚野炮了 所有部队都在等装备 你要是不要啊 那我就分给其他部队了 不不算了吧 我还是要 不要 我送送您 政委 这次炮兵队人人都有嘉奖 行动我也跟着参与了 我有什么奖励 这来了一个主动邀功的啊 听说啊 你这次表现得非常好 立了大功 说吧 你要什么奖啊 我不要什么奖励 我就要组织 把我正式调到炮兵营 这仗子是哪一出啊 你喜欢这儿吗 喜欢啊 这儿的所有战士 对我都特别好 像是家人一样 而且我喜欢跟他们一起 出生入死 打鬼子的感觉 我要留在这儿 好好好 这儿 政委 这可绝对不是我窜到他的啊 绝对他是自己主动要求的 真的 不过呢 他要愿意留在我们这儿 我也非常欢迎 因为您知道啊 这个通讯设备 对于炮兵来说太重要了 我也请求政委 让他留在我们这儿 好 那我个人同意啊 不过师部那边 我去说 谢谢政委 也谢谢队长 那你们忙 行 我走了 行 政委慢走 好 好 再见 太好了 我终于调来炮兵营了 队长 你不高兴吗 没有 不是 我就是觉得吧 你调过来是好事 但是咱们炮兵队那台电台 我都还给吕布了 你留下来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啊 队长 你这话说早了 有了我呢 你的电台也不远了 什么意思 过来 这是我在昆明跟当地人学习的 虽然赶不上咱们大河的茶道 但是别有一番愿违 就我个人而言 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老师请愿 好 入香随俗马 中国果然是查的故乡啊 这里地大物博 物产丰富 所以 我们才千方百计的 要占领这里 老师周扯劳累 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 过几日我再领你去市场 我现在还真有点 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 港村军 囚龙政策的执行结果 学生明白了 这什么东西啊 这么神秘兮兮的 请看 电台啊 对啊 哪儿来的 战场人捡的 行啊 小鬼子吧 是啊 不过这电台现在是坏的 但我有把握能把它修好 好 好 那就修 给它修好了 队长 现在知道刘若有用了吧 我早就知道你有用了 当初你是我 从吕布请来的 是 是 是 太好了 太好了 这吕布这么抠 把咱那电台要回去了 咱们自己不是也有电台了吗 队长 可是私设电台 严重违反军纪 你想好了吗 这是小鬼子的电台 是啊 能够坚听到小鬼子的消息吗 可以啊 还都有 这个 什么呀 鬼子的密码本啊 这连小鬼子密码本你都有 是啊 和电台一起剪的 你会是文吗 还好 我通讯班有个姐妹啊 学过日语 她可以帮咱们 这事就咱俩知道 千万别管说 行 那我现在就开始修 对 马上把它修好 好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没问题 那队长慢走 行行行 那你忙 你忙 好 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没问题 那我先走了 队长慢走 他要帮我吗 我做了 生意 你长得更多 就要做 点我 我正要败 你能够过 那坐 你赢了 第三车 你看我 炮就得炸糖 我知道 那我们八路军 没有你们新二师才他提出 这不是有个炮使吗 就不错了 我说杨振华呀 这官是生了 我这家户事 可是越是越差了 我不来听你发牢骚打 你给我小杨振 就咱们现有的这些炮 还有这些士兵 怎么能够尽快地 提升战斗力呀 我跟你说说 你平时不敬主意吗 我跟你想你们主意 我没主意 所有的事情 已经安排托党 五天以后 我们要去小草振台 据点市场 当然了 到时候 我们会伪装成一支运输队 我是大日本帝国陆军部 堂堂的中将 去视察 竟然要伪装成一支运输队 这要是 被陆军部的同僚知道了 岂不吃下我胆小 老师 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住下 虽然岗村大将上任后 这里的治安有所好转 可是在乡下 经常会有八路出没 所以 你 我是军人 不是那些帝国的文官们 自从日俄战争好 我已经很久没上过战场了 真要是碰上八路军 反倒是一件是我兴奋的事 你只要安排好必要的守卫 其他的事情 一切照常 是 师座 军统局太原站发来了密电 有消息显示 日本陆军省教育总长 港本和泰中将 已经秘密抵达了河北 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房区附近啊 日本陆军省的一个中将 这可是条大鱼啊 命令 侦察营和情报信 密切 重视港本中将的行踪 一旦发现 立即汇报 不得有 是 港本中将 素素 你找我 刚本中将的 安保问题结局得怎么样了 我已经从各个部队 抽掉了一批 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 应该足以应付 不可后事啊 港本中将 是陆军步的红人 天皇的宠真 一旦有什么善事 叔叔还有什么吩咐 请明示 陈盟 我希望你要实时提醒自己 我们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我们是外来者 事实都要严加小心 从今日起 港本忠将 要以老板的身份代程 他的行程 要用运输队作为暗语代替 另外 港本忠将的行程 每次要发布 三条以上不同的路程 让敌人摸不清楚 哪一条是真的 小郎 哥 一会儿啊 你跟小伙去趟吕布 把电台还回去 再把这袋子白面呀 给慕兰送过去 好嘞 嫂子那儿送一份吧 不用 吕布发的 你嫂子那儿肯定有 跟慕兰说 这个小华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让他给孩子坐着吃 好嘞 别让你嫂子知道啊 问问啥 猪脑子呀 你嫂子小心眼啊 这脾气又大 让她知道了 你还不得跟我闹翻了天呀 好嘞 走去 走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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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天后啊 要不你把这东西 给李大夫送过就得了 我要上当警卫联 找我老乡有点事 行 那你早就早回 得了 放心 班长 好 王铁头 早啊 你这来我们旅部干啥呀 练的啥呀这是 那个我 我明长让我把电台还个旅部 这是 这是我替老乡带点东西 那嫂子 那个你先忙啊 没事我先走了 铁头 你回去见到你明长 跟他说一声 小华天天吵着要见爸爸 你问他什么时候能回趟家 嫂子 你别怪我明长 我刚搬到李家专 队伍上一堆的事 他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好几天都没合眼吧 那他吃得怎么样啊 睡觉都成问题 那吃就对付一口呗 这哪成啊 那身体不都吃不消了吗 好几天 要不这样吧 你一会儿来趟我家 我给他准备点有营养的东西 你给他烧回去 行 那嫂子弄 我先去把东西送给老乡 然后我再来找你呗 行 那你先去吧 等你啊 哎 孟兰姐 孟兰姐 做饭呢 铁头来了 孟兰姐 我哥让我给你跟小华 带点白面 铁头 跟你们队长说 这什么都不缺 让他拎回去吧 孟兰姐 我哥的脾气 你也不是不知道 他的命令 我哪敢不完成啊 再说了 你不吃呢 不还有孩子呢 行 给我吧 哎呦 做面条呢 铁头 你没吃呢吧 再吃吃点吧 不合适吧 那我先走了 铁头 你跟我还客气 坐那儿 我给你盛碗面 谢谢姐 我给你盛碗面 铁头 这死铁头怎么还不来啊 这死铁头怎么还不来啊 我给你盛碗面 我盛碗面 我给你盛碗面 你帮了 自己 你也知道 你盛碗面 这人 小谷 嫂子 那个王铁头没跟你在一起啊 铁头 那不是去李大夫家了吗 李大夫 咋了 没事 忙吧 这是什么意思 小谷难违 乌米之炊啊 说得就是呢 弄了半天 咱们现在就一门炮 你说咱们要一门炮 拉到战场上去 还是不能把小鬼子给吓跑了吧 我现在就是急啊 你说咱那三门炮 什么时候能修好 咱师傅想想 是不是能在小鬼子那边拿点 哎 是不是能在小鬼子那边拿点 怎么拿啊 就一门炮 炒小鬼子借 啊 咱 再把一门炮给丢在那儿 非得在战场上吗 报告 进来 冰长 杜甲瓜 冰长 蔡小虹找您有事 什么事 都让您看点东西 我知道了 你去吧 知道 走吧 好 小虹 队长 什么东西让我看啊 就是这些 还有 还有这个 小钢虹 这哪来的电台呀 之前不是还给铝铺了吗 那个 这是我们自己的 你甭管了 小红是杨总啊 你跟我说清楚 这哪儿来的 不是说了吗 这儿不自己的 上一次咱们掩护旅部 转移 大个牺牲那场战役 这小红啊 从战场上捡的 对了 还有一个日军的密码本呢 是吧 对 在这儿呢 这是违反军纪的事 我得提醒你 陆轩鸣 我跟你说啊 我把你带到这儿来 就没想背着你 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 说通讯设备 对于炮兵来说 多么多么重要 话说清楚啊 这是你自己干的事 何 那你想怎么着啊 你想怎么着吧 我想怎么着吧 我想怎么着 我想知道你们收获了什么呀 这几天一共截获了二百七十条电纹 嗯 不过收获不大 大部分呢 都是小分队 向总司令部汇报平安的 还有一些小分队断了口粮 哦 还有一个伪军小分队 要派往三里台的炮楼驻扎 那这些消息都没什么用啊 这些是什么呀 怎么中备翻译啊 哦 这些 这些都是一些非军用信息 我看着都是一些商行啊 老板什么的 好像是确定运货路线的 就没翻译 那你是军用和民用信息 一起监听的吗 只是军用信息 那就不对了 郑老婆 一般商行的信息 怎么会在军用电台里报告呢 那你的意味是 小小姐 你看能不能把这些 都翻译出来 好 这些都要翻译 这些都要翻译 辛苦你了 咱就按杜教官说的办 好 队长杜教官慢走 我继续工作了 对对 那就不打扰了 继续工作 继续工作 来 铁头 慢点吃 不够锅里还有呢 够了够了 沐岚姐 你说这都是砸凉面 砸你做就这么好吃 王铁头 吃挺香啊 邓主任来了 没吃饭呢吧 我给你盛碗面 我不吃了 好吃吗 我让你上我家拿东西 我等了半天你都不来 何时你躲着吃面来了 邓主任 铁头给我送点东西 我看他没吃饭 就留他在这吃碗面 对对对 我 我给带点东西 你给带点东西 给老乡的 老乡就住这儿啊 邓主任 李家庄有个乡亲 要给我烧点东西 我这不顺便 让铁头给带回来了 是吧 铁头 对对对 对对 对对对对 赶紧吃吧 吃饱了 把这给你们队长带回去 走了 莫兰姐 我也先走了 快去忙吧 老师 老师 六天后的行程 我已经安排好了 要去白头河的据点市场 很好 听说 那个地方 是匪患最严重的地方 我正好过去看看 为了老师的安全 我特意从太原 调来了一辆庄稼车 混账 庄稼车 这么重要的战备物资 应该用于战场 而不是用来保护我的安全 我也不用什么装甲车来保护 老师的安全同样重要 白头沟那边 飞患猖獗 万一老师有什么闪失 那是帝国的损失 天皇爷会责罚我们的 还是请老师 为我们考虑一下吧 好吧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一切都拜托职业军了 队长 他这 这些商行的信息 我都翻译好了 你看看吧 辛苦了啊 来来来 走走走 我来了队长 来来来 来考考考考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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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老板 这老板挺有意思的啊 没事不踏踏实实做生意 天天出去溜的 如果真是日本商行的老板 不好好做生意 整天我忙碍跑 光接劲 注意到了吧 每次出门 至少三条路线 他三条路线 我想只有一种可能 他为了迷惑别人 不知道他走哪条路 那要这么说的话 那 那这肯定是 小鬼子的运输队啊 他就是被咱们给劫胖了 迷惑咱们的嘛不是 对了 这最新的店 帮上说啊 这个老板 六天以后又要出门 哪条 这条 这条 对了 那如果真是小鬼子运输队的话 那 那我最近正为这个武器和装备发仇呢 这不是给大家送一份大礼吗 可是他现在有三条路啊 他会走哪条吗 不是 刚才说的是这条 这条 这条不可能走 这条路呢 有两股土匪 还有你们国民党的 一个骑兵营在这儿驻扎着 这条路肯定不会走 那么剩下两条山路 如果咱们把这条给炸毁了 那小鬼子就只能走这条 这条路 这条路肯定不会走 你怎么办 怎么了 不想啊 陈总啊 我不得不承认 我真的开始佩服你了 这 真的 这种阴招和顺招 要不是一肚子坏事的人 真想得出来 肚子小了都放不下了 你这就不对了吧 要跟小鬼子打仗 不用那么光明磊落的 对不对 对 别高兴太早 我估计你可能忘了一件事 是吧 咱们只有一文炮 怎么当 炮兵连队 在你的教导下 发挥得不错 听说 你还接受了 沿西山的一个兵工厂 规模还不小啊 是的 这就是贯彻天皇提出的 以战养战 嗯 兵工厂开始恢复生产了吗 之前留下了一匹钢材 马上投入生产 还有 我设计了一款新式火炮 也要开始投产了 哦 有 真的吗 我现在 有点迫不及待的 要看到你设计的火炮啊 钢本老师 只要实验成功 我会邀请钢本老师 钦子之炮 好 就这么设定了 请 这一回来啊就有账大 当然是好事 可是咱们现在货力是不够啊 你看 这赵技术员给我的清单 需要这么多铜材和钢材 才能修好咱们的炮 咱找点弄去 这浑身不让尿给憋死了吗 这不是 你俩要密谋什么呢 杜铁哥 怎么样 这三门炮什么时候能修好 别提了 看看吧 这什么呀 制造员啊 刚从兵工厂 拿回赵技术员的清单 说要修好那三门炮啊 修这么些的铜材和钢材 修这么多 我跟你说啊 我认为啊 我跟清明 我们俩分析的一定是有道理的 就这什么日本商行啊 肯定是一个鬼子的认输队 你说说 咱们现在火力不够 只有一门炮 那肯定是打不下来 这眼看着 这不是主头的鸭子就飞了吗 可不是是吗 是 行了行了 你们俩别在我面前演戏了 我去找我哥 哥 他一定有办法 大哥 这批材料对我们非常重要 请您务必支援哪 什么 我们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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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最大的功劳是他杨志华 别忘了杨志华是我们的仇人 我为什么要帮他 这不是帮他个人 这不是国共合作吗 国共合作 秦铭 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 对待杨志华 我不可能提供任何的帮助 大哥这么做不是针对你 当初我派你去拔洛军处担任教育 也是权宜之计 怎么 你还真的想帮助杨志华 把拔洛军的炮兵队壮大起来 听我说 从今往后 不要这么认真 在拔洛军那边 装作样子就算了 你放心 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会向魏司令警求 让你回来的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 不知道爱了有多久 只知道刚明白爱 爱就散了 不知道走了有多久 只知道 只知道刚踏上路 别就开始了 当虚目拉开的瞬间音乐传来这旁白 玫瑰的舞台 曾会有凄凉的告白 太队哥 太阁了的诗句 反噬不了情商的黑白 爱 喜剧的最后注定 悲剧收场了 悲剧收场了 心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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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盲目的我什么都没了 手中的 飘根的 唯一盼望你 珍藏以后几年了 当曲中人三只剩下 依然深陷剧情漩涡 落幕的舞台 是谁在 默念着独白 是谁的离去 切断了爱情的动漫 笑着说的永远 被眼泪无情收回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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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散了 收放了 梦碎了 不想怎么偏有去想的 自己的 适合的 恋人啊 是否也会遗憾 错过的 恋人啊